嗨好我是童亚 最近呢泰国的民宿呢 做的真的是如火如荼啊 非常多的小伙伴们在后台私信我 泰国的民宿怎么做呀 泰国的民宿是只能租吗 还是只能买呢 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身后这套别墅的话 人民币不到300万人民币 其实我现在身后的这一套别墅呢 如果你要是把它全部租下来去做民宿的话 一个月租金大概租金是在10万泰铢左右 因为它有四个房间 然后也是全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租金是很高的 你就要考虑那10万泰铢的话 我能不能做回本呢 所以其实有很多在泰国做民宿的房东 他们一般都是自己买房下来 因为它没有什么运营成本 就是它没有什么压力 可以慢慢的尝试 做任何的争议都有三个月的平台期嘛 特别是在网上做民宿的样子 所以我们身后这套别墅的话 如果你拿下来直接出租10万泰铢的话 年化的话是达到了8.6% 所以其实这个回报率的话 对于旅游城市来说是真的算是比较高的了 但如果我们自己做民宿的话 当然是可以慢慢的做到比这个更高的情况 我们才会自己去做对不对 所以它是两个 又可以投资又可以自住 因为这个附近的话 就在泰铢国有需要附近 如果你想要自住的话 它四个房间也是妥妥的够的 如果你是想要就是偶尔来住住 平时是做民宿的话 我们有一套别墅就在这个小区 现在的一个入住情况 也是达到了80%到90%以上 我们对这个周围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 这一套的话我觉得又可以自住又可以投资 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物件 所以你们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道别墅值不值得投资吧 这个房子呢 其实它比较偏美式或者是日式风格 上来的话泳池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很大的亮年 它泳池非常大 差不多有一个12米左右的一个大小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儿童池和一个成人池 所以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做民宿的话 它就非常有优势了 而且它后面的话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淋浴房 淋浴间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我们做民宿的话 可以在这边放一大的室外的一个 晃散和一个室外的一个桌子 可以在这边一边游泳池一边开派体啊 或者是在外面去烧烤 放个烧烤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那门厅的这个区域也是很大的 它是一个小区里面内洁环境 整个小区的话偏美式风格一些 所以如果是自住的话 这边就会相对来说非常的安静 如果你要做民宿的话 不要选那种每天晚上开派体那种哄怕的客人 其实欧美的客人的话 会很喜欢这种风格 因为房子里的话都是这种实木的啊 非常的漂亮和舒服 包括这些背景板 其实这个小区里面 其他的房子比较旧嘛 这个房子是开发商翻新的 所以它的做工和质量是有保证的 你看它的一个设计感 是很偏向于我们现在的那种新房的风格 就等于说你买这套房子 等于说你花了一个新房将近差不多的价钱 可以买到新房大三分之一的土地 因为我们现在的新房的别墅的话 占地基本上都是200多个平方 这一个的话是有一个400多个平方 所以自住的话 你不是特别在乎小区的环境有多高级的话 其实这个房子是很够大够住的 像我们二手房里面来说的话 就是中间空调啊 这种双开门冰箱 包括这些炉具炉头 这些都是开发商帮你配好的 然后这种大型的大犀利的 炉烟机火炉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不是说普通的开发商 或者是普通的就是房东 会帮你翻新出来的一个质感啊 所有的这些电器 包括这种柜子啊门啊 就是都是新换的石木的 它几乎都拆掉所有的东西 然后几乎都是全新换过的 那一楼的话这边是有一个公用的一个洗手间 里面也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灰白灰的一个设计风格 二楼上来我们先看一下主卧 这个主卧真的非常的大 里面是一米八的床 在里面都显得特别的小啊 这个空间的话是非常适合你们在国内 300万人民币应该只能买到一个两房一厅 就是好一点的小区 一定是要买到别墅 别墅的质感包括使用空间 你来到泰国 或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找你玩的话 都有地方给他们住 那这一套的话你看它有一个原衣柜的一个空间 这边有浴缸啊 然后淋浴房 这边都是帮你设计的好好的 就是它这个的话做的质感 是我觉得是最近看的一些二手房里面 质感是真的不错的 现在看第二个房间 这是一个次我 次我的话可以做一个 房或者是儿童房 它的采光你看这是下午的阳光 全部撒在你们家是侧撒的 而且我们现在时间大概是两三点的时候 这个房子的话在泰国的房子 除非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和古老的格局 一般这种大的玻璃的采光都是不会差的 每个房间都有啊 我们现在是灯其实没有开的太多 就是那么普通的小的采光的灯 但每一个房间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通透和光亮的 墙布都是贴的很好的 然后里面的话都是这种大理石铺砖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不是四房吗 然后楼下是一个公共区域 所以它还有一个房间我刚才找了一下 其实在侧边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从我们超大的院子的侧边进来 这边还有一个次卧 那这个房间的话 其实可以作为庸人房 或者是一个客房 我们把它稍微布置一下 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客房 那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 后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间 如果是自住的话 其实这边做成一个保姆间会更好 如果你是要投资做民宿的话 其实这个房间做一个儿童房 把它布置稍漂亮一点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哦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后面的洗衣房 这种占地比较大的400个平方的一 基本上就有这种室外的厨房和洗衣房 其实这种标配的话会更好一点 你看它后面的话都是这种石头铺地 然后树都给你种的很好 后院这个位置的话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 这边是可以摆放一个室外沙发 或者是烤炉的地方啊 这边是室外烧烤区域 好了这样一个投资自住两相宜的一个大别墅 已经逛完了 这个小区的话我们也是有做民宿的经验的 如果你是想买下来做投资 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附近的话有大乡村 有山水别墅都是做民宿的 这个位置属于巴提亚的中 部区域地比较高 不用担心它什么会淹水啊 有的没的 这个位置的话自住也是非常非常的爽 因为里面的全新家具家电 然后占地是400多个平方 不知道你是喜欢在泰国 是拥有一套自住型的别墅呢 还是想要做一个投资呢 欢迎各位留言哦